今日金爆来看到是开脏车夜游撞车发生了两死 事故就在三十号凌晨 三十岁张信南在和朋友开车到三只看夜景 高速冲进了一旁的店家把铁门撞出一个大洞 而且波及到其他三辆轿车 驾驶还有朋友送医伤重不治 警方调查这车牌是偷来的 疑似是超速酿货 其中驾驶吸食毒品两星期之前才刚假释出狱 短暂重获自由发生事故 大半夜路上人车稀少 忽然一辆自小客车车速飞快 失控撞进一旁铁皮工厂 波及到前方蓝色轿车 撞击力道之大 顿时烟雾弥漫 白色轿车几乎直接撞进店家 车头全毁 保险感车上零件散落一地 就连车内安全气囊也爆开 路边两辆小货车及一辆休旅车 无辜被撞 看在车主眼里相当心疼 两台都里面的车 车主三十号凌晨两点多 接获消息赶往西北市三支收拾善后 因为工厂被撞进一个大洞 货车还卡在上头 也不断关心驾驶状况 但对方伤势严重 汉副驾驶座的朋友 宋医宣告不治 三十二岁的张姓死者曾经吸食二级毒品 被判刑一年五个月 两中前才假释出狱 疑似为了和十八岁郭姓有人庆祝 开车夜游北海岸 还被警方查出车牌是偷来的 但死者伤势严重 根本无法酒测 有没有酒驾还要厘清 假释出狱 享受好不容易短暂的自由 却超速酿成两死乐己生悲